这些威尼斯电影节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确实让我觉得很幸运和很惊喜 19年前又回到这个电影首映的地方 已经足以到经过19年以后的我 和大家有一种置身于梦幻中的事 我以前看过 但是这次不是重新修复吗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要说江门与威尼斯电影节的确是缘分不浅 19年前当时在影视圈已经小有名气的江门 导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处女作意外地再为一司获奖 让年纪17岁的夏宇夺得了影帝的桂冠 当时有句话叫做 是最老的电影节 得出了一个最小的影帝 那是19年前 所以这次来呢 他们也把《阳光灿烂》也再重新再放进 加了一些原本有的镜头 时隔13年的2007年 江门导演的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级》 再次冲击威尼斯电影节 然而这人算不如天算 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 江门毫无赞获 根本不准结经验教育 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 评委不愿意给我这讲就是了呗 那不一定是我的错 意料之外的获奖 意料之外的落败 这一得一失之间 江门与威尼斯电影节的缘分 并没有就此落幕 19年后 江门再次来到威尼斯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参赛者 而是做上宾 作为第七世纪威尼斯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没有了得失之心 江门似乎更享受此次的威尼斯之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